主席 部長 許委員長 你跟我講 跟大家報告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以這個財政建勤為有 然後呢 天天上報紙說這個政策怎麼樣 那整個市場已經波動了 已經產生嚴重的不確定 跟逢風感 你卻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 台灣不應該 變成一個不可討論問題的地方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在財稅 措施制度 改革的過程當中 有像你這樣的做法 比選舉還熱鬧 來告訴我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其實很多的 稅制的要不要課 甚至說這個包括關稅 一般人比較不關心的也是常常經過非常多的討論的 哪一個國家哪個時候 在稅制改革 很多的國家像我在美國交出七年 我在美國交出七年的期間呢 我跟你說啦 沒人這樣啦 部長咧 帶隊咧 衝鋒限制咧 我們現在在討論 你可以交給幕僚小職 可以等等小職 那過程人家都不會先鋒錯浪 但是你率先 還沒上任就開始放話 那上任以後也不得不 要改革 然後改革咧 這個 就這麼 一直發展到現在 目前還是一事無成 但是你看我們社會成本已經付出多少了 我們的股價 等等 是不是也因為這樣產生很大的波動 你自己檢查看看咧 敢這樣做咧 該改革 如何討論改革 這些都是幕僚作業 你幕僚作業要請專家 要等等 那些都是技術問題 但是沒有說對市場已經產生這樣子的 這個我是絕對不認同的啦 這跟你啊 改革有沒有決心 改革一定要做不做 破例不破例 完全無關啊 完全無關 根本都沒有了解到 資本市場是最敏感度了 最敏感度的是經不起 經不起任何 這個風聲這樣影響的 結果你是在這邊呢 一直放鬆 一直放鬆 你檢討檢討 讓國人公平一下 世界上哪有一個政府 哪有一個財政部長 在自己的業務上 要進行改革的準備過程當中 是像你這樣做的啦 我尊重許委員說 你認為 你認為不該這樣做 所以如果今天許委員在財政部的話 那許委員不要這樣子做 我是尊重的 可是我認為 你現在手中有沒有股票 你的財政部的觀點裡面 誰有沒有股票 你現在要不要跟大家宣示 你所俠的 包括你自己 擁有的這些股票 到這個稅制改革確定之前 通通不能動 我們政府官都是沒有股票 我們這個都是財產申報 然後如果有人有基金 連基金都是信託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 許委員問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麼 難道是指控說 或是懷疑 說我們財政部 因為我們自己有股票 所以我們對股市造成一些波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嚴重的抗議 你不要假設問題 在座看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許委員 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為什麼要去製造不確定性 衝擊這個市場嗎 莫名其妙嗎 我不覺得是莫名其妙 有限的改革就過程了 我不覺得莫名其妙 我覺得以前常常很多 其實改革也不是這種狀況 我覺得以前很多的討論 把我這個議題到這邊為止了 以前很多的討論 其實因為 你不要讓我時間掛掉 是要我講話還是不要我講話 已經打完了 我不希望你是在這次的 發表你的這個說法了 再來 你現在確定 你說 已經不向個人保證 到時候影響不會很大 那你現在是確定要改革 對不對 一定會改革 不會維持現狀 你經過一番努力以後 九月份拿出來的 絕對不會 跟現在一樣 譬所稅 會不會課 你不會說不課 我說了九月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要討論 我們在題目裡面 會推出第一項改革的計畫 所以我沒有特別針對 內項是什麼 回到原點說 誒 證所稅還是不遺克 目前的證交稅已經含有相當 程度穩定的 這個資本利得稅的性質 到時候又這句話丟出來 那你這段過程 長達好幾個月的 這個衝擊破壞 變成沒有意義 我相信任何的討論 對稅制改革沒有意義啊 但是對市場的波及 影響的傷害 確實那麼大了 會不會這樣 不會 你現在有沒有下決心說 一定會改啦 反正 不會是這樣 因為我已經講了九月的時候 我們會有第一項 會不會這樣 我們至少九月以前 會有第一項推出 然後 既然現在資本利得 是列在改革的題目裡面呢 我們也認同 很多委員 跟很多社會大眾所講的 這個題目 因為比較敏感 所以 這個題目要討論 就時間要儘快縮短 要討論要儘快縮短 是然後我們甚至是希望說 能夠在這個 不管你多短 都是有影響 都是有衝突 那委員的意思是說 不要討論嗎 我並沒有說不要討論 所以你剛才沒有聽我的話 我聽了沒有聽 我可以討論 暗中去進行 人家怎麼猜 你都沒有影響 台灣這個時代 什麼叫做暗中 台灣現在什麼時代 怎麼樣叫做暗中 暗中如果討論 其實我們委員出去以後 媒體就會分別 對每一個委員 討論的委員去問說 請問你說了什麼 請問誰說了什麼 反而製造很多混亂的訊息 過去幾十年 我們的稅 還是有很多次的改變嘛 跟這個改革嘛 但是都沒有像你這樣嘛 他也沒有討論 但是討論 我們沒有提政策方向 我們說這個題目 經過委員票選 他是要討論的題目 我把你這個問題 我把你這個做法 講給大家聽 講給全國人去聽聽 台灣很多專家嘛 大家很關心嘛 有人這樣拚 你的認定要對 繼續嘛 繼續嘛 我認定不對 不能這樣做嘛 你說不能討論一 誰說不能討論 美國天天也在討論啊 日本他們自己 稅數改革等等 很多專家討論啊 內部也在做 幕僚也在討論啊 但是為什麼不會像你這樣 補充出來說 我現在一定要改 我們不能討論一下 我們台灣的社會 就是經得起討論的 經得起經不起 代價不是你付的 是全民付的 是整個經濟 這個健全發展付的 所以你這個財政健全小組啊 把你變成面前 變成破壞小組了啦 所以你現在跟你問 你也是誰嗎 你還是 我們這個禮拜就會討論啊 我們這個禮拜就會討論啊 然後一樣公開 佐伯小姐 這個嘴巴很利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你從你 被提名 要當部長到現在 你的新聞多少 那會對經濟有意義 對市長有不良的影響而已 對台灣經濟水潔有意義 完全沒有意義啦 我希望媒體朋友有聽到 這個委員的話 我也認同 如果新聞可以少一點 我也覺得是很好 你講話 你那重要 你還叫大家也要重視 也不可能 那很奇怪 齁 所以真的 我們希望說鄭所稅跟鄭教稅 一直解決 結果 鄭所稅啊是通過的喔 立法院是通過的喔 結果立法院長沒有把他送到總統府去喔 那鄭教稅 馬上被這個王謙欣委員當時把他擋下來喔 齁 所以委員覺得我們就都秘密討論 這樣是比較理想的 不是秘密 不是秘密啦 而說你的幕僚座位跟你的政策宣誓齁 他一線之隔啊 你不要把他弄亂嘛 你現在把他弄亂去 你現在大家都看到你的政策宣誓的效果 不會啊不會弄亂 因為我們沒有政策宣誓嘛 我必須再次講 但是有部長講話 我們是說我們會討論 大家就在猜嘛 市場就這麼敏感啊 所以我再聲明啦 我再度聲明 這個請市場 不要做過多的這個解讀跟疑慮 我我我會盡量的再度聲明 我們會 好好觀察你的結果 那請委員也幫忙聲明 我會好好觀察你這樣 好 這樣這一種特別的刑事風格 創新式紀錄的 財政部長的這個稅 改革的過程跟做法 看結果會怎麼樣 慘啦 現在都在去啊 齁 現在有說 現在有說成要下去齁 大家會覺得奇怪 現在說去的都不奇怪 但不奇怪 這很痛苦 齁 該長的不長 不開長的到處亂長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看這多慘 其實我會加油啦 我們會加油委員放心啦 然後隨時指教 要不要太兇就好 我們會 我們會 有什麼指教 我們一定會認真聽 不是放心不放心的問題 是說你不按牌理出牌 你整個程序 都跟人家不一樣 會啊 我們會注意啦 沒有錯 因為我們做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那有什麼可以 這個叫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就麻煩委員隨時在提醒我們 謝謝 真的 大家都是想要希望說 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是希望說 這個事情我們能不能至少 有一點進展 一點 制度上有一點進展 一點 一點是一點嘛 你現在從資本市場 你現在財政部從資本市場 課到的税 目前總共多少 資本市場 不要再 因為我時間到了 對 大概有 兩千 不只三千多億 如果加上土增 土增稅 如果把土地的拿掉 就是 這個證券市場 這個流通市場 證券市場 大概 證交稅如果算在一起的話 就是差不多有兩千 兩千 所以你現在期待改革以後 你的從資本市場 我們現在土地跟 非土地把它分開 你期待是會增加多少 我 我現在 我還沒有定目標 我還沒有定目標 說增加多少 你不能落到最後 越改 稅收可能減少 又鑄造新的問題 是 我想這個我們在報告裡面有講 所以你一定會把這個 稅收的增加或是稅收的穩定 是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前提 穩定絕對是重要的前提 我們不會越改 那你這個稅收你準備 讓它增加多少 不要弄了這個半年以後 社會代價那麼高 然後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不會到半年啦 不會到半年 我們這個委員講的聲音 我們都有聽到 社會大眾的期待我們有聽到 所以你就是確定說我改進了 從資本市場 總要多收益 一定會課到更多的稅 如果那個時候在立法院 有承諾說這個 percentage 就是他贊重所稅的比率要 現在高啦 這個納稅議員也不會說 你要增加我的稅我就怕 是真的合理不合理 是是 那增稅以後 產生了獲悉的經濟效果 對大家全體長遠的發展 是 整體的發展有沒有幫助 一定要有幫助 不然我們改革會員 所以是足和課的問題 是是 所以你現在就是一定沒有添加 沒有添加財政也搞不下去了 是不是這樣子 同意 至少不能減少 這個越改越少 對阿 就有確定阿 是 所以你勇敢說我們可以加稅嗎 蛤不是 不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就是結構上 結構上 我們覺得是真的是 有必要做一點調整阿 那就是說 所以在眾所稅 我再提一提 眾所稅裡面的比例 這個阿 如果是薪資所得者的比例 我們希望少一點 那如果是資本地的所得 的這個比例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 那是很明確阿 比例 比例 劉部長你不要再回答 你一直講 然後許委員就不結束 然後你兩個沒完沒了 後面還有其他委員要尋答 謝謝兩位的尋答 非常感謝 加稅是確定的 加多少再收了